在未来会不会有这样一场战斗 前线激烈拼杀 我们却看不到人的身影 最强大的武器不再是导弹火炮 而是芯片和看不见的电磁波 扭转战局的制胜一招 不是来自人类指挥官的灵光一线 而是来自机器上的数据和算法 或许这个未来就是现在 人工智能技术和无人化作战系统的发展 正在加速扣开未来智能化战争的大门 那无人装备加速发展 对现有的作战模式会带来怎样颠覆性的改变呢 今天的军武林距离 我们就走进第十三届中国航展 来看一看航展上的无人装备 真正的结架 无人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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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人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的飞行表演中 第一次出现了无人机的飞行表演 这项新奇的表演项目 成功地吸引了我的注意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彩虹4无人机已经开始滑行了 那在固定航线的这种飞行表演当中 无人机基本上是不需要人爱控制的 而是机载计算机的大脑 自己进行控制飞行 那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这个起锅架 跟地面上的黄色标识线呢 是高度吻合的 说明它的自主控制能力呢 已经非常强了 那现在呢 彩虹4无人机正在进行 一个低控的通场 那无人机的飞行表演呢 不像有人机 有很多的机动动作啊 因为无人机它的作战任务主要就是在 作战上空进行这个盘旋 那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无人机的飞行高度大概有200米 这次这个彩虹4无人机 它飞行表演的一大特色呢 就是在这个飞机下方 装有一个高清的光电吊舱 那这个光电吊舱呢 可以在空中把航展现场的画面 实时地拍摄下来 并且传递到地面的这个大屏幕上 那这样的一个上帝视角的这种图像呢 在实战当中 可以使这个无人机即使在损毁的情况下 也可以把无人机损毁之前拍摄到的画面 传到地面上 经过短暂的飞行 彩虹4无人机自主下降 平稳降落在跑道上 并自主驶出 与白衣飞行表演队 紧张激烈的大机动动作相比 无人机的飞行表演 好像有点平静 平飞 盘旋 最多飞一个八字盘旋 我想驾驶无人机 也应该是一件简单轻松的事 正好在航展的展馆里 有很多无人机的模拟训练系统 我决定去那里体验一下 我应该怎么操作呢 这个是现在我们无人机的光电侦察设备的 一个防针操作 然后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操作感 就是我这个视角现在是 是光电侦察车 就是这个 就是我们那个光电吊舱的一个视角 光电吊舱的视角 对对对 它挂在无人机的下面 然后我们现在的话 是模拟一个在黄昏一个 能见度不太高的情况下 来寻找我们的目标 我完全看不到目标 在这种情况下 通常我们就可以开启我们的红爱模式 这样可以 对然后我们再先放大一些 放大 放大路上有个小亮点 小亮点 这个白的吗 对白色的这个 我们可以再放大一下 我们可以发现在红爱模式下 就可以看到发热的一个车辆 好 然后现在我们可以对它进行一个锁定 锁定的话我们直接用触摸屏就行 这是个触摸屏是吧 对的 我直接按住它就可以了 然后直接按就行了 然后这时候这边松手 好锁定了 锁定以后我们如果对它进行火力打击的话 就是按照流程程度的操作就可以 首先点步骤一 步骤一 步骤二 然后步骤二 然后三在上面 对 我就这么按顺序 按就可以了 现在要点照射 在四之前按照射 对 照射距离是五千多米 然后再点一下四 对 五 六 我这几个步骤都是在干嘛呀 这几个步骤的话 就是在做武器的 像刚才我们点完以后 它会有个灯 就是自点 记照 搜索 发射允许和离轨 之所以我们设计成一二三四五 我们有写的话 因为这个我们在模式训练系统 这是一个初级的训练阶段 就是让学员在点的时候 他自己要反应 我点的是什么 因为在等它训练过后 熟练掌握这个流程以后 它再用更高级的软件的话 会显示出来相应的 就先给它用一个手动挡 对 让它熟练熟练 所以让它在用的过程中 自己能想起来是什么 好 现在我们看 已经水毁了 这么快 是的 刚才这个 刚才都没开 怎么给它水毁了 我们距离五千多米 大概飞行时间在十二三秒左右 它就能 就我刚才按到步骤起的时候 这个导弹已经发起了 按到步骤六的时候 那个离轨的灯亮起来的时候 离轨 就说明导弹已经离轨了 已经发射出去了 这就打中了 我好像只按了六个按键 整个任务过程中 大部分操作都是由电脑 自主完成的 相比于有人机 无人机对飞行人员的操作技巧 要求大大降低 看到屏幕上的目标 变成了一团火球 我不敢相信我就这样完成了一次 无人机侦察打击的任务 我们这个无人机的操作非常简单 就是在发现目标以后 用手直接触摸 就可以往上锁定 然后锁定后 它打无人机的话 一次我发现击打击 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流程 我在想 一百年前 坦克被称为陆地之王的时候 会不会想到有一天 会出现这样一种 可能改变游戏规则的武器呢 在无人机的上帝视角下 被锁定的地面目标 变成了火把子 只能默默承受一切 我们再大胆地想象一下 如果有一种 查打一体的无人机 飞得更高 速度更快 会带来怎样的颠覆呢 在航展上 我们不需要想象 直接来看真机 这型飞机呢 是一个高速 高速查打一个无人机 它的主要特点呢 一个是飞行的高度比较高 目前它的巡航高度 一般在一万五千米 巡航高度高了呢 它有几个优势 第一个来讲的话 整个的战场生存能力比较强 一般的防固火力 像比方说我们的火箭弹啊 对它来讲是够不成威胁的 另外一个好处呢 是飞行高度高了以后 如果要是把挂载的导弹投下去以后 导弹借助高空的这种滑翔 可以增加导弹和炸弹的射程 对这个未来的防区外的打击 带来很高的一个能力的提升 另外一个特点呢 这是一个高速的无人机 我们采用的是喷气式的一个发动机 它的整个的正常的巡航速度呢 一般在600公里为小时左右 所以它比采用活塞式动力的 或者螺原桨那种发动机呢 整个速度提高了四到五倍 极大的作短了作战的反应时间 高速飞行的能力 加上防区外打击的手段 让猎鹰无人机 在面对具有较强防空能力的对手时 依然能毫无顾忌地 发起单向的打击 让对手只有招架之功 没有还手之力 这种战场指挥员心中 理想的进攻态势 正在一步步变为现实 就在今年的1月11日 猎鹰无人机圆满完成了手飞实验 时隔9个月后 猎鹰在本届行展的亮相 又带来了哪些改进呢 这些无人机呢 我们从今年1月份手飞以后呢 我们这个后来进行了多次的飞行实验 已经对这个平台的性能 以及它挂在导弹以后的 整个武器的性能进行了全面的验证 应该来讲的话 目前这身产品已经非常诚实了 和猎鹰同步展出的 还有它的18班兵器 除了擅长单打独斗 猎鹰还能和其他无人机 组成查打一体单元 将出现在电影中的编队作战镜头 带进了现实 未来无人化战争 在信息化 无人化 以及这个精确打击方面 提了很高的一些需求 那这些无人机呢 我们作为一个空中的 侦察打击这个节点 在借助我们比方说 天鹰隐身无人机 在前端渗透底巾侦察的 一些信息支持下 可以把一些信息传回到这些无人机 这些无人机在对目标进行确认以后 可以直接执行精确的打击 所以隐身无人机 和我们这些插打一个无人机 以及精确打击的一些导弹武器 构成了一个完整的 一个无人作战体系 在日益完善的无人作战体系中 有人无人协同的作战方式 成为了常态 早在几年前 国外就提出了中程寥机的概念 中程寥机就是为有人战斗机 找一群忠诚可靠的无人了集 有人战机置身于攻击目标的防空火力之外 指挥无人机实施隐蔽接敌 冲锋陷阵 在这次航展上 我甚至已经可以模拟体验一下 怎么和我的无人机战友一起作战了 不过首先 我得先能让飞机飞起来 还有这个按钮 对 抬起来 然后往前推 您可能也看出来了 我是一个飞行模拟器的新手 如果我的无人疗机能足够智能 它可能会对由我这么一个掌机感到无奈 就在我手忙搅惯地找飞行角度的时候 敌机毫无征兆地出现了 对 这个黄色的三角表符号就是敌机 然后您可以看到我们在座舱下陷 嵌入了这样一个辅助决策的界面 这边是可以实时地根据当前的态势 感知出我方的攻击威胁有多大 然后也是记录了整个战场的态势变化 现在敌方的意图是百分之百 对 现在敌方应该是在采取一击右敌深入 然后一击回撤这样的一个战术 一击右敌深入 然后一击回撤 对 那他给我的战略推荐是什么 我方是一个撩机向前 掌机在后的这样一个楔形队形 去应对敌方的这样的一个战术 然后并且给出具体的战术战法 如何去执行 就是撩机在前面取攻击 然后我躲在后面对吧 对 对 我来给大家翻译一下 这个战术的意思就是跑 让撩机上 智能大脑的战术建议确实有点不讲武德 但是这确实好用 因为在实战中一架无人机的价值 可比一架有人驾驶的战机低得多 而在和我的无人撩机纠缠的时候 敌机也会失去空中作战的优势位置 成为我可以轻松打击的靶子了 您可以看到我们的这套系统 是可以实时地分析敌方的意图 然后来提示我方的战术 这里面是融入了大量的空战经验知识 以及我们自主构建的基于遗传模糊术 和深度强化学习的这样的智能学测体 然后去实时地规划这样的战术执行 然后去也在掌机那边给您推送 然后辽机去执行这样的战术 然后您可以选择它执行这样的战术 或者是执行其他的战术 对 因为我们会实时推送中 不止一种战术 像我这样就完全没有飞行经验的人 像我刚才我也锁定了这个遗机对吧 通过智能大脑给出的战术解决方案 我一个新手也能轻松躺赢 可以想象在未来战场 飞行员有了这种管理系统 就可以从繁重的飞行任务中解救出来 成为真正的战术大师 我用什么办法去对它 我几个机这人怎么协同 谁先打谁后打 谁从这边绕我从那边绕 它必须有个筹划 筹划出来以后决策 我决定用哪一套方案 所有这些计算机 真的逐步地想实现这种 这么一种理想 这么境界的这个方向对发展 这就是什么发展 以前通话人脑人也来接 人脑算不过来 空战这么快 又如果同时出现几架飞行员 你是肯定应对不过来 不过 既然要有一架无人机 和我并肩作战 我对它还是有点要求的 我希望它和歼20一样 耳聪目明 感知能力强 同时又有隐身能力 让敌人发现不了 我在现场看了一下 有一款好像挺合适 大家现在看到的是飞鸿九七 中程高速查打一体无人机 它采用了隐身化设计 可以高速隐蔽突防 到达敌战区上空以后 可以投放出12枚巡飞弹 实现对地面目标的 大面积饱和压制 一旦发现地面目标 那么巡飞弹就可以开展自主攻击 巡飞弹可以理解为 一种小型查打一体的无人机 让大无人机带小无人机出战 感觉就像一个空中套娃 而事实上 未来随着无人机谱系的完善 无人机在战场上 就是会像这样一层一层的使用 出现在战斗的每个阶段 在未来的作战中 首先我们的这个切勇九七 就是我们作战的第一波力量 那么第二波就是我们的 查打一体无人机 还有电子战 或者说我们的这种叫电抗无人机 去进行一个 比如说电磁压制 然后进行对一些 监顾目标的一些打击 然后这个时候 我们地面部队就可以开进 我们的地面部队 就会携带这种班组 或者说小型的一些无人机 然后跟随他们前进 所以除了我们常见的 大型查打一体无人机之外 未来甚至地面部队中的班组 甚至是单兵 都可能具备使用无人机的能力 这种能力正在变为现实 大家现在看我旁边这套装备 可以说是史上最酷的外卖小哥哥 那他的外卖包里装了什么呢 就是这个 我叫他会飞的保温杯 为什么这么叫他呢 大家可以看啊 这是我自己的保温杯 那他们俩的外形呢 可以说是一模一样的 那这个是什么呢 这是一个微型的攻击型无人机 那他的重量呢 只有850克 跟一瓶矿泉水的重量差不多 那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无人机啊 就能在战场上完成 查打一体的任务 小巧的身躯 便捷的操作方式 这种微缩的无人机 拥有很多现实的作战场景 成为无人机提升战时作战能力的神器 而事实上 用无人系统去提升 有人系统的作战能力 方法还有很多 有的还体现在作战以外的领域 那大家可以看现在我旁边的这款无人机啊 那通过它的这个材料和这个外形 我们可以看出来 它具备一定的这个隐身能力 那这样一款先进的无人机 它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大家可以猜一下 那我给大家一点提示啊 它不是做进攻用的 那它是做什么用的呢 它是担负蓝军任务的一款无人机 我们常把军事训练中的蓝军力量 比作战斗力的磨刀石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 正是这样一块高科技打造的磨刀石 它的作用就是更真切地 模拟空中战场上的敌人 这个飞行器是模拟蓝芳的第三代 第四代的这个主战飞机 那么它具有这么几大特点 第一呢就是长航石 大机动 隐身 可以回收航空兵的部队 他们可以用真实的武器来攻击我们 我们呢作为蓝军 无论是作为单机双机 还是作为编队这种方式 实现这样一个实战化的对抗 如果是红方的导弹 对我们进行袭击的话 攻击我们可以通过 薄条干扰弹 红外干扰弹 这种干扰策略 从而能够实现对于武器的规避 那么同时呢 我们这架飞机呢 飞行器它具有这个大机动的 这种性能 所以说在遇到袭击的时候 也可以采用大的机动 来实现规避 当这架无人机升空后 它可以从外在的飞行状态 到看不见的电子信号特征 以及战术战法 对假想敌进行全面的模拟 它甚至知道怎么规避导弹 释放干扰 或者怎么和其他战机协同 模拟作战体系 无人机的应用 在提高有人机作战能力的方向上 又打开了一个全新的领域 无人装备的型号 井喷式的涌现 类型不断翻新 应用不断创新 这样的情况 还不仅仅出现在天空中 在中国航展的兵器馆 这样形似坦克的战车 引起了我的注意 它可能是我见过的 最大的无人战车了 好 这个呢也是我们 基于这个陆军的实战的需求 研制了一款 具有实战化作战能力的 中型的无人战车兵台 它呢 你看到 它的火力还是非常的强大的 我们是有一款30毫米的自动炮 作为主要的武器 那旁边呢 还有兵类机枪 同时呢 这个炮塔 还可以发射反弹克导弹 在它的侧面 还有两枚反弹克导弹 那从防护性上来说呢 它旁边有这个 烟幕弹的发射装置 可以发射这个烟幕弹 大家看到这个 我的这个炮塔 它有两个完全一样的 光电装置 它呢 其中的一个呢 是用于搜索 锁定目标 那另外呢 一个呢 是用于这个火炮进行射击的 跟随这样无人战车同步展出的 是一个各种类型无人车 组成的家族 它们有的火力强劲 擅长突击 可以搬运弹药伤员 未来战场上 大量的无人装备 可以共享信息 去完成更危险 更艰巨的任务 可以跟我的 比如说装甲机群 去协同作战 它可以去做一个前途 到一个我可能状态未知的地方 可能会有一些危险伏击的地方 那它先过去 这样的话 我可以避免由人开车 到上去以后呢 可能造成人员的伤亡 我们无人平台 无人装备的一个 非常大的优势呢 就是它可以实现一个 非接触的 零伤亡的一个作战 让无人系统相互协同 去代替人 完成任务 减少人的风险 是无人系统大量应用 最重要的效果 听着充满了科幻感 未来感 但事实上 它已经来了 我是说 就在航展现场 我们就在使用 这样的人机结合系统 那我现在位置呢 就是中国航展附近的海域 大家可以看到啊 我身边有四艘这个巡逻艇 即将出海执行一个安保任务 那这两艘艇呢 就是我们比较常见的这个巡逻艇了 那这边的这两艘呢 大家可能注意到了啊 他们没有这个人员乘坐的座位 那这两艘呢 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无人艇 那这间航展呢 也是首次使用这种 有人艇和无人艇搭配 一起来执行安保任务的一个方式 我们的巡逻艇在海面上高速行驶着 无人艇就跟随在我们左右 事实上 它们的速度和机动能力 要比我们的有人艇更强 而且可以在海面上 不知疲倦地持续巡逻 这对航展这样重大活动的保障工作 尤为重要 后面就是我们的航展馆了吧 是的 这边就是我们 这是周海航展的场馆 网界航展 我们水上安保呢 主要都是靠有人艇 然后这一间航展 我们新加入的 就是我们无人船的这一个元素 可以像科技要紧力 减少我们这个日常紧力 水面紧力的日常投入 然后让我们紧力配置更加多元 实现更全时段的一个水上的一个安保任务的一个保障 而我在航展的室内展馆 也看到了这款无人艇 在海上觉得是艘小艇 但进到馆内 它也算是个大个头的展品了 那我身边这艘呢 就是为本届航展保驾护航的无人艇系列 它不仅可以自主进行这个警卷巡逻的任务 还可以像鱼群一样进行编队 这是无人艇进行协同任务的画面 当无人艇通过观察设备 发现海上来袭的不明船只的时候 割搜艇似乎在无形的指挥下 摆好一个滴水不漏的海上防线 对来袭的船只进行阻拦和驱离 艇一起联合起来的时候 它的个人的大脑 就可以跟其他艇的大脑 进行信息的共产联动 通俗来讲 比如说我的光电教商看到了什么 我马上把我看到的跟我伙伴讲 那么他同时也知道 这个地方有这个目标之后 大家就可以一起跟团队合作一样 一起来讨论 一起来决定 我们要对这个目标 去进行怎样的一个围堵拦截 就他所有的那个解决方案 他比如他遇到一个数据 都是你们预先输入信息 不是这样的 这就不叫做自己有大脑了 我预先告诉他就不大脑 我只是预先告诉他 给他有一个很大量的数据库 去感知和判断 它是一个什么类型的目标 这种类型的目标出现在这个环境 有可能是正常还是不正常的 然后他会去对这个信息提取和判断 来自我决定 对这一类型的目标 我是否是去驱离 还是我可以不用去管它 形形色色的无人机 无人战车 无人舰船 闪耀在本届航展的舞台上 而由无人装备 带来的全新的作战模式 势必会引发很多思考 当无人装备与有人装备协同 也与其他无人装备 进行自主通联的时候 还能诞生出哪些 让我们惊讶的应用 这都是未来需要人们去探索的 但有一点是确定的 当高技术战争 对快速准确的行动 要求越来越高 甚至超越人体极限的时候 无人技术就必将会成为 下一个军事技术的制高点 你关好人老师不行 机上去他一定给你算出 敌人有哪几种方案 他都可以算出 就像下棋 他可以看可能上百 我们需要对无人机 他可能是颠覆战场的一种制胜机里 要重新具有深刻的认识 一定要深刻的认识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